上海的五月 明媚的春天带来生机和希望 张书正在为扇本进行最后的装针工作 因为修复前的扇本是毛装 遵从拯救如旧的修复原则 张书为其选择古朴的封面纸 配以用皮纸搓成的马黄盘 将修复好的书页固定 采取四周多余的封面纸和护叶 在首页接上标签 第一本扇本所有的修复工作完成了 历经四个月 原本破损不堪的扇本 与张书完成了一次跨越两百年的对话 最终以另一种秀美而泰然的姿态 完整呈现 如果没有古籍修复诗 这本珍贵的古籍也许就会在岁月的侵蚀中逐渐消逝 古籍修复是手艺也是艺术 既是修复也是修心 又是新的一天 文献保护修复部的修复师们像往常一样忙碌 等待着他们的是大量亟待修复的古籍 张书已和先生商量好在上海定居 他们买了新房 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张品芳继续忙碌着 古老的手艺需要传承 如何利用高科技修复文献 也等着更多的探索和创新 在上海 在这里 有这样一群人用记忆传承文化 有这样一群人用匠心守护历史